目前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恶化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上周末到7号美国劳动节期间 芝加哥市又发生了多起枪支暴力事件 报道称 据芝加哥警方介绍 今年以来 枪支暴力在当地呈现出激增态势 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劳动节假期 芝加哥发生了多起枪击事件 导致超过53人中枪 其中至少8人死亡 警方表示 在这些死者当中 有一名8岁的女童 还有至少5名伤者 年龄在18岁以下 芝加哥市长莱特福特表示 这些枪击事件中 大部分与方派作案有关 此外 芝加哥警方8号表示 警方在劳动节假期 共缴获了201支非法枪支 而今年截止目前 警方已经缴获了7300多支非法枪支 对此 莱特福特称 芝加哥对枪支管控相对比较严格 他指责那些对枪支管控更为宽松的地区 导致了这些非法枪支的流入 根据警方的统计数据 今年芝加哥已经发生了524起谋杀案件 超过去年同期数据的1.5倍 美国媒体报道称 今年除芝加哥外 纽约 费城 洛杉矶 丹佛等城市的 枪支暴力事件数量相比去年同期都呈现激增态势 按照目前的态势 今年将成为自1999年以来 美国枪支暴力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合同体制 这是大家的情况 一bere的播剧路